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 LK99复兴研究啊,中国现在已经有七八所院校加入了 实际上在中国啊,你要谈物理研究,你绕不开北大和清华,对吧 北大清华的QS世界排名啊,一直是在前15名 我印象中是第12、13这么个位置 所以呢,北大清华如果没动,那这个事情肯定最后还没有着落 实际上北大啊,早在7月31号,人家就发过论文了 但人家把这个事啊,就当成个很稀稀松平常的事儿 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发完论文往这一放 得出结果了就得了 北大这个论文啊,对于LK99的超导呢,是持一个不乐观的态度啊 那么他们论文里边呢,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参数 我们看一下北大的这个论文啊 那北大的论文啊,它是在7月31号啊 我看到时间是7月31号啊,作者还很多 应该是一些学生啊,老是带着做的 那么这里边呢,北大的论文里边呢 可以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是吧,把他们完整的这个做的这个过程啊 都给大家展示了一遍 这是北大论文里边的一些图片 从这里边看出来啊,他们做的是非常认真的 他们最后得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啊,这种改性的千林灰石 在长崖史文超导下 他们得出结果呢,是没有超导 没有这个零电阻率啊,也不是用磁体 也没有抗磁性啊,也没有抗磁性 所以他们得到结论呢,是否定的啊 当然,他们也说呀,世界各地的小组都在做更多的实验 希望呢,别人做的实验里边能有和他们不同的地方 这个图呢,很多啊,这个论文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看了 最后的这个结论呢,也是很清晰的啊 就是这么个图啊 可以看到这个北大的这个结果 那最后就是我们认为啊 LK99不具备这个用资 就是超导体的这些特性 这是北大的一个论文 那当然我们说在今天下午啊 台大也做了直播,是吧 那台大的直播里边包括王立民教授啊 还有他的一些博士生呢 在一块给大家介绍了 他们做的这个LK99材料的情况 那么我们开炉了 看看这个单成了没有 好像是单未成 这炉的单呢,是废了 也不能叫废了 也可能这个方就出方就不对 是吧 那么台大的这个实验结果呢 也是不支持 目前这个就是抗磁性啊 就是说这个超导啊 这方面包括电阻测量呢 也都和北大一样 证明它就是半导体或者绝缘体 那么这个直播呢 还是吸引了很多人 我印象中好几十万人在观看 看出来公众啊 对这种间断科学突破的兴趣还是很大 那台大这个结果呢 可能更多的是由于杂质含量高 这个这次实验呢 是一个尝试 除了台大之外啊 实际上对这个实验起步比较早的 一直是滋滋以求的 这个在做的是哪呢 是印度的啊 印度的这个国家实验室的 阿瓦娜博士 他从很早的时候啊 他就一直在做着实验 一直不成功 也和LK99的原作者啊 经过反复沟通 他们也在谈 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么印度的这个结果呢 也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 阿瓦娜博士呢 在8月5号就 昨天下午啊 三点要得出结论 他7月31号就发了论文了 那么他也在修正他论文的数据 他最后得出结论的是 LK99啊 不是超导体 并且呢 我爸的新的论文呢 在archive上会在下周发布 因为电阻测量啊 抗磁测量 就是还有这个视觉的火味悬浮呢 都没有发现 都没有实现了啊 这是印度国家物理实验室 他得出来的结论 哎 有意思吧 前面 北大台大 印度国家实验室 这还是都是比较有分量的科研单位 哎 他们得了结论的还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LK99呢 不具备好像老百姓啊 不是老百姓 就是原论文 认可认定的 自己就是 就是一个超新型超导体的这么一个说法 那当然了 这个图片啊 也很有意思 他是谁呢 是阿兹鹏国家物理中心啊 这个科学家在 这是他们一种经典的 在户外的这种讲解 那阿兹鹏物理研究中心的这个 也对这个事情呢 表现出比较大的兴趣 但是阿兹鹏物理中心属于家族理工学院吧 然后他们呢 也关于 就是理论上 LK99的能带结构 进行了讨论 这种模式啊 你要搜阿兹鹏国家物理中心 你可以搜到很多这样的图片 他们只要天机允许就在户外 在一个爬满了这个藤曼的黑板上 给大家做展示 感觉到这种方式呢 特别亲切 特别回归自然啊 那除了阿兹鹏国家物理中心之外啊 现在主流的严肃媒体 所谓主流严肃媒体呢 就是所谓纽约时报啊 我们讲讲Nature啊 纽约时报呢 也发了一篇文章啊 他这个发的文章的标题啊 还是比较的 怎么说呢 是意味深长 他说呢 LK99 is the superconductor of the summer 他说他是夏季超道体 给超道体前面加了一个季节 夏季那意思 过了这个夏天 这个热度就过去了 大家就忘了吧 看来他对LK99持有更加 这么一个否认态度 认为呢 这就是公众的这种啊 这种热情 就是像流行病那种热情一样的 病毒式的那种热情啊 就这种的 所以在社交媒体用户啊 像我们这些啊 UP主也好 观众也好 对这个固态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学 这个突破感到特别兴奋的时候呢 哎 纽约时报说呀 更多领域的这个许多专家 对这个持时比较谨慎怀疑的态度 这样在过去啊 研究超导 研究凝聚态这个物理 这些科学家们啊 一直是比较的 呃 比较的这个 比较寂寞吧 比较静是吧 呃 他们呢 呃 对公众的好奇心 当然很欣赏 但是他们的工作啊 很少会引起工作的狂热 对吧 比如说AI 奥特曼出来了 哎 大家对奥特曼比较狂热 但是这一次 老百姓 我们啊 包括我在内 对室温超导体的突破 表现出这种极大的热情和狂热来 他们就感到很迷惑了 哎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热了吗 呃 所以呢 现在他们 也在对这个事啊 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前面我们讲过一个 格力分博士 就做那个 最早的做 模拟LK99的这个 呃 研究的 他说呢 公众对固体物理 凝聚态物理研究 感兴趣的真是太好了 但是他也说 同时要谨慎的 正确的解释他 提出一些警告 并且我认为这些讨论是必要的 因为这格力分博士 在推特上发文的时候啊 用了一张奥巴马 哎 一张动图 当时奥巴马那样动图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别样解读 这格力分后来就辟谣说 我只是在理论上 对这个结构进行了分析 不表明他和真正的超导体 有任何关系 只是从理论上要推导 所以现在 资深的很多的资深专家 对这个事保持沉默的 其实表明的态度就是什么 我们依然怀疑 他们认为 起今为止 韩国科学家所做的这些努力 提供的数据 还是缺乏说服力 我们前面说过一个叫 萨尔玛 叫马里兰大学 凝聚态理论中心主任 桑达尔达斯萨拉玛 他说呢 他说现在啊 对超导这个下结论 还为是过早 这些数据呢 具有启发性 当然还不具有说服力 所以现在呢 这个我们前面讲了 三个北大的台大的 印度国家研究院的 得出的几乎一致的例子 就是LK99 他们做的实验结果呢 就是不具备超导性 也没有这个 麦斯大效应 这个 就是一个半导体 或者军原体 他们自有结论 那么纽约时报呢 也对这个事情呢 才采访了相关科学家 对这个事情呢 也得到了一个 比较相对来说 消极的结论 可以说 那实际上在Nature上啊 也有人在关于这个事情 在发文 讲了这个 现在的研究啊 其实你真正的结果还很早 但也有人呢 就把这个 韩国科学家的这个突破啊 这次的宣布啊 和 恩赦线相比较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了 可能您不知道 恩赦线的故事 我给大家讲一下 恩射线是怎么回事 这个 在 上个世纪 上上个世纪啊 很早之前 在1899年吧 就是 伦秦发现了 X射线之后啊 这个 1903年的 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布朗罗宣布呢 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射线 恩射线 这引起了法国 物理学家的 狂热追捧啊 包括诺贝尔将得主 贝克勒尔在内的 诸多学者呢 纷纷跟进 那1904年的上半年啊 进法国科学院的院刊 就发表了54篇有关恩赦线的论文 但是在法国之外呢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发现这种射线 后来啊 英国物理学家 武德就证明 恩赦线啊 你纯属子虚乌有 那布朗勒呢 当时是处于急于做出这个重大成就和英国人一较高下的心理呢 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当做了客观事实 而其他的这个法国科学家呢 又出一种民族自豪感而团结在了布朗罗的周围 从而呢 就制造了这个 我们现在还记得的这种集体自我欺骗的这个闹剧 那这个事件给我们的教育就是什么呢 科学研究啊 需要遵循客观严谨可重复的原则 避免主观的偏见和盲目跟风 那当然我们现在重提恩赦线当年的这个闹剧 并不是说LK99可能重蹈覆辙 而是给大家讲明啊 这些专业科技工作者的作风是怎么形成的 这也是几百年这科学家不停的踩坑 总结出的这个血雷教训 碰到大的突破 不要兴奋 踏踏实实的巴伦伦斜扎实 才能得到最大的收获 哎 那韩国现在啊 就是LK99 LK的他们的这些同行 比他们更大的大佬们的态度呢 倒是比较踏实的 只要他没有这种学乏的态度 公正的对待这个事 我相信最后啊 应该会得出结果的 所以我觉得LK99 应该不是另一个版本的N设限 您说呢 那好的 今天关于LK99啊 的进展和大家聊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 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 最近啊 我的视频观看量呢 有个大的提高 特别感谢这些关注点赞留言的朋友 这些朋友呢 全球各地都有 不能说全国各地了 很多的都是从事科研或相关的 对科研感兴趣的 素质都很高 哎 希望大家呢 都给我拍转 都给我提一些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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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